製作者的金額 請阿基山,你好 阿keeper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教觀眾朋友什麼樣的頭腹 要教我們觀眾朋友怎樣炒飯 對,很簡單 其實我感覺炒飯的學問非常的大 如果我炒的時候,隔夜飯不沾沾火 我怎麼炒都沾沾沾 來,先把套子給手戴上 手套給他戴上去 我們今天其實要加這個消費簿 就是加我們觀眾朋友 怎麼炒黃金炒飯 從說中的黃金炒飯 對 記得炒起來粒粒分明 最主要是冷 這是冷的飯 對啊 這是十月春的冷的飯 是 來 我這裡有雞兩人 如果你要炒黃金色 你用雞兩人 如果你要炒綠色的 我們用雞兩青 炒一點點白零菜吃有沒有 下去黏色 來 我們現在先注意看 來 雞兩人 來 你要煩惱它會黏黏 手要先黏黏 黏黏黏 其實怎麼說超兩人 我剛才有說你跟泡麵鹽有沒有 嗯嗯 軟本身的蛋白質 嗯嗯 吸水性最強的 所以說 我們的這個飯會夾底就是怎麼樣 你本身有水氣 嗯嗯嗯 你鍋又燒不熱 嗯嗯 你又沒有用一個 很豐富蛋白質的這個媒介 去吃這個水 當然你在樓梯它會夾鍋 什麼說隔夜飯不會夾鍋 啊 不會啦 應該是這樣就不會夾鍋了 對應該是說 看我們 金色頭一包你就不會夾鍋 有 有 看金色頭一包就不會夾鍋 好來 很順利 對啊 對啊 好 我們現在給它拌貨交分了 對 拌貨交分要注意喔 欸 你裡面先把它揹好鬆 是 你認明你鍋炒你就很輕鬆 喔 現在揹不鬆 你一完一完你就揹一包啊 你隔天就不會輕鬆啊 好 所以我們就要先揹給它 等一個比較輕鬆 我們今天是在說什麼 說台灣的小禮勒 好來 你鍋子給我開下去 來 熱油鍋 對啊 其實你也很嚴格耶 還要粒粒分明 拜託你喔 你如果不嚴格我們做專業的喔 我們 你我炒飯 冷卻就給你貼回來 喔 就說 欸 你這兩顆黏作會 我要去貼 不是兩顆粉作會啦 你這飯炒不開結尾圓啦 口感就比較不好 對 對對對 來 我們現在先去看喔 我們放給小孩頭看看 這個飯是不是紅色的 是 剛才我們的雞兩人 都貼在飯的外表嘛 一顆一顆 要把它炒給它 交分就對了 對 我們現在這個雞兩人裡面的 蛋白質跟軟鈴脂 它有很強的吸水作用 你飯裡面的水氣 都兩人會吸收 這樣喔 來啊 你看 先 沸你很大大喔 你輕鬆的背 是 輕鬆的背喔 你黏著注意看 炒到兩人的香氣 跑出來 我們這裡的沸來這麼硬就好了 你自然就很輕鬆的啊 其實觀眾朋友說喔 你就專業人士啦 你炒的飯當然也比較好啊 我代替觀眾朋友來炒 好 你來炒 你來炒 我來炒 我這個喔 杏菜炒 不夠專業人士喔 對 這樣就杏菜炒 炒到好不可以炒啦 不可以炒啦 我們不是在煮麻糬啦 喔 這樣拉就好嗎 對 對 你看我 我沒有拉就不知道不能炒 所以我們不能炒 要用拉的 對啦 這樣拉對不對 一般喔 炒飯最反應就是怎麼樣 怎樣 這一切大塊給你你我呀 子裡 伸到 伸到這隻飯就比麻糞了 這樣是不對啊 你就這樣排 這樣是錯誤的示範啦 對… 游下往上翻 游下往上翻 不好意思 很簡單 游下往上翻 對 不用現在火大火 不會… 什麼叫做有好嗎 你怎麼噴到蛋黃的味道噴到嗎 噴到就可以了 沒有… 有蛋黃的味道嗎 有沒有 有喔…現在有噴到 有噴到喔 水器跑掉了對不對 這個水器都給兩人吸收了 好… 燙了 我們現在流了一段時間 有這些配料把它放下來 現在有15個雞在炒 哇… 黃金炒飯耶 給你焙了 來 把它焙好開來 焙好開 我們看店裡 你看店裡都沒有油了 真的耶 對不對 這樣才可以 哇… 這個是白博傳說中的黃金炒飯 因為我去你們國賓大飯店 是說點一個炒飯 好吃到不知道要怎樣 像說自己回來家裡炒看看 都點整個很難吃 所以這樣你就會燒了 所以說我們觀眾朋友 你剛才炒飯整個碗的時候 不要煩惱啦 在旁邊用手先燉上去 但是一定要加加兩人喔 加加兩人 加加兩人 好… 好…來 油個煎就好了 哇… 你看 哇…就是圓耶 那麼圓圓圓圓圓圓的你看到沒有 一定是粒粒分明 不會說你黏我 我黏你喔 這種炒飯才是有專業水準的炒飯 對啊 媽媽在家裡也可以炒一些 專業水準的炒飯 對不對 對… 來… 試吃看看 吃看看 燙喔 燙喔 炒飯一定要熱熱的吃 你去試那個飯 雞蛋的香氣都在裡面 你如果觀眾朋友有時候怎麼沒有 好累喔 一定用這個方法是最好的 有的說直接兩腳在鍋底 有時候會走進去 這樣絕對保險 對啊 真漂亮 我們這個還沒有參加你的 就是多兩人炒飯就是這樣炒 是不是黃金炒飯的薄薄 薄薄這年簡單 觀眾朋友 這個薄薄我們一定要學起來 謝謝阿紀先生